嘿,欢迎回来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讲什么内容 上期我们讲了四大基本和弦 C,AM,F和G7 通过这四大基本和弦 我们已经可以弹出很多歌曲的部分段落了 甚至某些歌曲只需要这四个和弦就能拿下 同时我们也学会了通过和弦谱 把这个和弦在纸板上面按出来 比如说某一天我们在尤克里里谱上面 看到了四大基本和弦之外的一个和弦 比如说G和弦吧 我们来一起按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G和弦的和弦谱 我们一个一个的按一下 从十指开始 十指就是和弦谱上面的1 1它标示的位置是在三弦的二匹 也就是一二三 三弦 二匹就是一二二 就是这个位置 那么中指是一弦的二匹 一弦就是最底下这根弦了 二匹就是一二第二个格子 那么无名指呢就是二弦的三匹 一二二弦 一二三三匹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G和弦了 其他的绝大多数和弦都能通过这种方法找到这个和弦各个手指所对应的位置 重要的不是你学会的几个和弦 而是怎么样能够通过和弦谱把这个和弦给按出来 拿到金子还不够 学会练金术才是硬道理啊 好了 现在我们就赶紧回归正题 一起来看一看尤克里里谱中右手的节奏形式怎么看的吧 右手呢一共分两类 分解和弦和扫弦 这两种弹法的详细讲解呢 我在曾经出的第五期右手使用说明书里面已经讲过了 已经忘掉了小伙伴们 可以点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分解和弦就是把一个和弦分解开来弹奏 比如最基本的四三二一在尤克里里谱上面是怎么显示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的四条线就是尤克里里的四根琴弦 这是一弦 这是二弦 这是三弦 这是四弦 那么这里的小叉叉呢就代表你要弹这根弦 在识别右手的节奏形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 别怕在我这都是大白话 我们直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个节奏形应该怎么弹呢 可以看出这个上面有三弦 二弦和一弦 那我们是不是就按相同的时间间隔这样弹下来的呢 如果这么弹那就出问题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右边这两个中间被一条横线 就先给连起来了 小声嗶嗶一句 这个叫八分音符 嗶嗶嗶 我不想学枯燥的乐理 而左边这个就比较孤单了 它是一根单独的小棍 再小声嗶嗶一句 这个叫四分音符 别总说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么这右边这哥俩 加起来所用的时间 应该等于左边这个老哥一个 那么弹起来呢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连起来就是这样的了 因为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这里讲到的是节奏型 核心呢就是相同的时间间隔 所以呢在这里我就尽可能的把它讲明白吧 比如说我从家出发到公司路上需要花30分钟 然后呢从公司又去超市买东西了 这个路上要花15分钟 那从超市回家又需要15分钟 那么我绕这一整圈一共需要一个小时 那这个就相当于刚刚我做的一个节奏型了 而从家到公司的30分钟呢 就相当于最前边的一个单独的小棍 从公司到超市和从超市回家呢 就相当于后面这哥俩了 因此在弹第一根弦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给它足够的时长 才能足够我们到达公司 然后才可以弹之后的第二根弦 而后面弹这两下的总时长啊 也必须要跟第一根弦的时长相等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才能保证正确的节奏型 进而弹出稳定的节奏 以后如果你看节奏型的时候 如果看到两根毒棍被一根横杠连起来了 那么它们两个加起来的时长 就应该等一根毒棍所拥有的时长了 由此展开来 我们把一根毒棍的时长比作一 那么两根毒棍中间加一根横线的这种 也叫八分音符 它的时长呢 那就是二分之一 也就是它们两个加起来才等于一 那么像这种中间加了两条横线 也就是十六分音符了 这种呢就需要四个这样的音符 才能够到达一 也就是说如果是四分音符的话 它的弹度速度是这样的话 那么如果它变成了八分音符的话 它就变成了这样 如果它变成了十六分音符的话 就变成了这样 也就是说它会越来越快 但是其实呢节奏整体上还是一样 只是它所用的时间不一样而已 如果你能明白我刚才讲的这些的话呢 你应该就能看懂大部分的和弦谱了 至少能把它们的时长给分清楚了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练习一下 比如说这个节奏性 我们可以看到刚开始的这个三 是一个四分音符 比如说它的时长就这么长 那么它后面跟这两个二一呢 它就是八分音符了 八分音符的话 它们两个加起来的时长 应该跟它一样 也就是 那么后面又有四个十六分音符 这歌四个加起来的时间 跟最开始那个三 所用的时长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应该是 如果把这个节奏性呢 一直循环下去 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很不容易 那简直是太正常了 想到出我也很容易就迷失自我了 不过后来我就整理了一个 鼠痘痘的方法 是这样的 反正十六分音符 也就是上面带了两道杠的这种音符 已经足够快了 也就是现在大部分歌曲的极限了 我就把一个十六分音符 当成一个小痘痘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刚才那个节奏性里面 出现的第一个四分音符 它也就是四个十六分音符了 我只需要在弹第一个四分音符的时候 心里面默默地数四个痘痘 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的速度太快了呢 我们完全可以把速度降下 比如说这样 一二三四 一二 一二 一一一一 一二三四 一二一二 一一一一 直到你把它都弹对了 再慢慢地提升速度也不迟 讲到这里啊 我不得不表扬一下 你已经懂了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了 比如说刚才的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和十六分音符 并且你已经知道了 它们之间是有怎么样的关系了 太棒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讲讲扫弦 有了刚才的铺垫呢 其实扫弦已经变得非常容易了 要知道扫弦只有下和上 可比刚才的分解节奏性要简单多了 你只需要看一下那根线 覆盖了几根弦 就扫几根弦就行了 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是四根弦都覆盖的 比如说那个最基本的节奏型 下下下下 就是这样的了 那么另一个流行歌曲呢 比较常用的扫弦节奏型呢 是这样的 也就是下下上下上下上 下下上下上下上 如果你发现这个节奏型里面 没有带着两个横杠的 也就是十六分音符 它的最小的单位呢 只有八分音符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八分音符 当成一个小豆豆 来数了 那么这个节奏型呢 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十六分音符 也就是说八分音符 就已经足够了 它是最小的单元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八分音符 当作一个小豆豆 数起来应该是这样 还有一个更经典的 跟刚才那个很类似 只有一个小点不太一样 在这个地方 多了一个小山坡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是叫延音符 顾名思义也 那就表明后面这个家伙 其实前面这个声音延长过去 并不需要我们继续再弹了 因此呢 这个节奏型就变成了 怎么样 要不然跟我一起再多弹几次 找找感觉吧 三二一 走 下下上 看我的右手 其实它一直在保持固定的节奏 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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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有时候没有扫到弦 右手的节奏型 一定要练得非常熟练才可以 怎么样 看懂了尤可丽丽谱上面的 右手的节奏型了吗 如果看懂了 赶紧拿起你的尤可丽丽 开始练习吧 本期题目 一个四分音符的时长 跟几个十六分音符的时长 相等呢 A 两个 B 四个 聪明的你 一定已经有了答案 赶紧弹幕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我们总结一下这期讲的内容 我们理解了节奏型中 时间的重要性 以及在尤可丽丽谱中的右手部分 四分音符 八分音符 和十六分音符 它们分别长什么样子 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并且能够通过它们来科学的平均分配时间 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沿音符 通过这些知识呢 我们能够推导出一般的一个节奏型该怎么弹 在这里啊 一定要注意 在刚刚开始练习一个节奏型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速度放慢 这样才能更稳 更容易找到感觉 就跟开车的时候一个道理 不会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慢慢开 注意安全 同时啊 其实这些内容呢 其实是不够的 还有一些内容 比如说全音符啊 二分音符啊 符点啊 切音啊 休止符啊 爬音啊 等等等等 我现在啊 就是随便说说 你还不需要马上掌握它们 如果哪天你不幸遇到了它们 但是还不知道怎么征服它们的话呢 记得加我为好友 我会拉你入群 解决尤可丽丽的问题的 同时呢 之后我也会接着出 关于尤可丽丽的各种各样的小知识点的 下一期呢 我打算出一部实战的练习 我会把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给拿出来 把这整首歌拆开了揉碎了 结合我们之前讲到的所有的内容 一步一步的把它学会 最后啊 再婆婆妈妈的提醒你一句 唯有练习才能真正的让你学到知识 加油吧 记得素质三连加关注哦 你到底是提醒我练习 还是素质三连呢 尤可丽丽给你的生活加点阳光 我们下期见 通过这四大基本和弦呢 我们已经能够弹出很多歌曲的部分段落 其他的绝大多数和弦啊 都能用过 而左边这个就比较孤单了 它就是一部 声外 上面画了四号了 顾名思义了 那也就是这个家伙后面这个 刚才我讲的是什么嘛